工作室局已经停了两个月了 一方面呢 是因为我的工作职责有了一些扩展 我新的工作职责呢 不仅让我的工作量增加了很多 也给了我更多的挑战和成长的机会 我很享受这种忙碌的感觉 因为这意味着 我在不断的进步和积累经验 与此同时我参加了 新市科学省政府组织的一个 项目管理Project Management 这就是我的课程 这门课程对我的自己发展非常棒 让我系统的学习了项目管理的各种理论 甚至可以将它命运到我日常的工作 上则我刚刚接约并拿到了证书 所以对我来说我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另一方面 对于我这个记录移民逆程的频道 仍然十年至半年 我们这些还在移民路上的人 每天都在被当地接收各种消极的新政策出台 第四季 我不知道该聊些什么 从今年1月起从手走资 关于移民搜紧的政策 可以说是层出无群 不管是联邦层民还是各省 那今天这个视频 我们来谈点一下 今年究竟有哪一些收紧和关停的移民政策 首先第一个说到的是魁北克省 1月2号魁北克宣布所有商业的移民需要达到富汗域7级水平 这大大提报了魁北克的市集门感 第二个声音要收到的是萨斯科齐温森 首先认测有3月4号 萨斯要求企业家内移民3级水平需要达到4级水平 同时5月1号搜紧雇主担保类移民项 删除了1代74种职业取消了3位公司的担保资格 对于12种职业设定特定的条件 1月11号下程关停了警区职业Hard2Feel下路 第三个是阿尔布塔斯 2月45号无预警暂停RCCT计划 我要很多朋友一开始登陆了RCCT计划 他们目前都是毕业在工作的状态 但是一时间暂停了Sentity 他们也不知道该何去何存 2月13号 阿尔布塔斯重新开放了新的Sentity 雇主担保类员对雇主和子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6月3号宣布2014年将通过每月一次开放子丁日期 接受一定数量的申请进入AAIP审庭的项目 我记得开放的那一天好像只花了几个小时数量就得成功了 第四我们要收到的是布列丁哥伦比亚森 1月29号高等教育师师长宣布新成立的面向 2年内部的遭受国际留学生 3月29号提高留学生毕业营业分开 本硕博毕业生均需CLB8人员 曾经董科分研究生需要过足处 出具全资的offer博士生才可以直接升级 下面一个要收到的是安大远生 也就是我毕业的身份 4月5号联邦运局公布 安森的留学生费的增少2012% 把纵组保持安森的Sentity 如果从此的不是金区类似的业人 那他的利益文卡也是非常高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毕业之后 找到了奔赖森的工作后我就搬过来了 第六是来的话我知道 2月22号宣布2024年的移民配合消减25% A7的新式科学生也就是我目前所带的身份 2月27号哈利卡尔斯开始限制国际留学生入读中小学 4月17号暂停接收酒店和采用行业的审提名移民申请 这个政策的出台可以说是影响了非常多的人 我身边就有自监或间接认识的好几个朋友 他们正式准备提交的前一周这个政策出台 其中有两个人目前已经归国了 下面说到的是曼里托巴森 12月24号对BCN那边移民申请 邀请过去网友至少有4个人的部长 第九 新布伦 瑞克森 5月17号暂停技术工人内联下的申请 3月22号将森提名企业家项目的创业期 从12月缩短到6月 第十 预控 5月16号白马斯的提名项目申请暂时管理 那下面我们要来说一下联邦的政策有哪些收紧 5月22号 IRCC虚拣和2024年留学生配合了35% 并持续自2027年 同时自2024年9月1号起私校运营的 供效售客下方向得再能够申请别的攻击 4月30号 对联邦创业SUV项目进行改革 每家自定义机构 每年最多只能签发10个自此事 4月30号起 2016年底 IRCC将不再接受新的自雇营制及其中处于积压的申请 4月1号联邦移民局公布2024年 全加拿大各省和地区的留学生配合分配方案 具体落实35%的血济政策 5月30号 CBSA宣布将此为在特定世界特定加拿大 边境提供flagpole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边境防控签 那总结下来 2020年虽然只是过去了半年 那么整个加拿大 不管从联邦还是各省 在留学和移民政策上进行了较大的调整 许多政策都趋于收紧 增加了4000人的难度 特别在原要求工作经验和移民配合上 均有显著的提升和消解 那么我还是会经常搜到私信和邮件 询问官员的任何问题 有时候我都不太倾向给出太主观的机会 因为每个人的移民的目的 和背景当相对 更多的我当相是一个被亲属的对象 尽情的听完每个人的故事 由他们自信做出判断 那前阵子呢 同类型频道的一位网红 我自我 他毕业之后 我们决定离开加拿大 这件事情在网络上吸引了一场不小的口水转 我是从通过微信群才得知到这个消息 我和他并不像是 但也看过一些他的视频 在我看来 他离开的很大原因 一方面是基于个人的选择 另外一个原因 我想应该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其实通过做移民类型的自媒体 并消去费用是非常普遍的一种赚快钱的方式 其实在2022年 当我分享第一条DIY亲视频的时候 就有人拉我入伙 说一起做留学咨询的服务 但最后我还是拒绝了 我认为来到加拿大 我要进入就业市场 一定要努力地积攒本地的工作经验 并拓展自己的人脉 这里叫做Networking 聊一面副媒体的选择 在短期内赚到一些不错的外观 但藏此以往 话题的局限性和可持续性 也必然是一个挑战 有时候我在想 如果我一开始也花大了个时间 去经营这个频道 而不去Tim HOT上打工 和去俱乐部当服务员 那我毕业之后 我对加拿大整的这个市场 是一无所知的 我也不知道 如何跟不同国际的同事去相处 如何适应这个酒店市场 其实到现在 我也很难找到一份 一个新的工作 那接下来 之后的一个月 我应该也会 停更一段时间 因为我不想出过 哈利法克市的夏天 这个夏天真的非常不错 我感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机会的话 我也会采访他们 并更新给大家 那下次见 希望大家一切很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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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